宁杀错不放过 传我令下去 立即派兵去诛杀所有曾经和菲尔有关恩怨之人 是 至于那赵臣 我会亲自带人去抓 无论是谁杀了我儿 我一定要他偿命 可信 你将这两封信 分别交给天罗学院的苍盟 和炼丹士协会的邱海生 随后你便待在炼丹士协会内 记住不要出去一步 皇城内接下来可能会有大乱发生 世尊出了什么事吗 会不会波及到你 我杀了杨妃 什么 世尊 您杀了杨妃 那阎日天肯定疯了 他定然不会放过你啊 你放心吧 按我说的做我会出事 是 我现在就去 如此一来便妥当了 纵然我不怕洛神殿 但接下来我还得为秦燕寻找药材 不能离开皇城 先让那阳日天 多蹦跚一阵子吧 不过让开 奉殿主之命 还请拿谋害殿主之子的贼人 敢有人阻挡 杀无赦 什么 洛神殿总殿主的儿子被人杀了 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唯一的儿子被杀 杨日天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皇城要大乱了 皇帝看在殿主的面子上 估计会让其发泄一阵 看来又有不少人要死了 凡是曾和杨寿有怨之人 一个不留 都给我杀狂 是 你 你们是谁 想要干什么 我二所业死了 赵臣是最大的嫌疑人 但我现在找不到那小子 听说你是他小弟 杀了你 他应该就会出来了吧 住手 苍萌 你为何拦我 苏勤是我弟子 你们竟敢对他杀手 真当我不存在吗 你 罢了 苍萌 咱们走着瞧 我实力不如苍萌墙 现在又处于天罗学院之内 没有优势 还是献撤的好 诚哥 你可千万不要出事啊 不用担心赵臣那小子 他处意多得很哪 杨殿主 你带这么多人来我这里 是什么意思 求会长 我也不跟你绕弯子了 赵臣在不在你们这里 他杀了我而杨妃 我要他死 杨殿主 你可真是越来越会说笑了 那赵臣不过才是黄街巅峰武者 他是如何潜入保卫森严的杨府 找到杨妃杀了他后又从中离开呢 这我不管 只要我怀疑他 他就得死 不只是他 跟菲尔有矛盾的人全都得死 那杨殿主还是去别处寻吧 赵臣并不在我这里 赵臣不在 那我要带走他 我 贱人 这一切都因你而起 听闻你还是赵臣的徒弟 正好将你带回去为我而殉葬 杨日天 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 唐若曦是我炼丹师协会的人 你敢动他一个试试 藏蒙当我 你也当我 朕当我是软柿子 谁人都可以揉孽吗 中卫兵听令 给我抓住唐若曦死活不论 当我这杀无赦 来人 挡住他们 竟敢在我炼丹师协会撒野 是 杀 杀 哟 这里还挺热闹的 赵臣 赵臣 至尊 混账 杨店主 听说你为了找我闹得满城风雨 不知是有何事啊 赵臣 你杀我而杨妃 竟然敢出现在我的面前 哦 杨店主你说我杀了杨妃 请问 你有证据吗 不需要证据 我觉得你是你就是 来人 立即擒拿赵臣 他敢反抗的话 就地格杀 是 到晚上 收尾 我们下来 走了